在孟晚舟事件来看 在2018年 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和中国施加压力 并且做出了很多行动 首先是宣布退出了伊核协议 紧接着发布了对华新政策 美国司法部更是在知识产权案件中 采取了激进的措施 一时之间 美国政坛的声音都是要对华强硬 而华为的发展 让华为成为了政客们的下一个目标 认为不能让华为渗透美国市场 接下来孟晚舟就在加拿大被捕了 孟晚舟在加拿大被当地警方拘押 距今已经有两年多了 在这件事中 加拿大坚持以赴美国 但现在时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失败 拜登成为了新一任的美国总统 对此 有加拿大的媒体发了文章 呼吁政府释放孟晚舟 重新审视这个案件 不要因为美国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造成不必要的自我牺牲 毕竟 加拿大在这件事件中 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加拿大媒体指出 其实拘留和引渡孟晚舟是美国目的 而不是加拿大的目的 加拿大在这件事件中 只是为了维系政治关系 出于政治目的才拘留孟晚舟的 这个因素是这个案件中不可忽视的 加拿大拘留孟晚舟 没有任何的必要和好处 而部分加拿大媒体 也是引导了舆论导向 渲染所谓的胁迫外交 更是无异于中家关系的缓和 公开证据表明 所谓孟晚舟案 完全是美国炮制的政治案件 汇丰银行参与构陷 恶意做局拼凑材料 捏造罪证 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事实上 加拿大现在为美方是火中取栗 实际上被美方利用 是以加拿大公众的利益为代价 为美国少数政客的政治目的 和美国企业的商业利益服务的 这不仅是中方的看法 国际社会以及加美 不少有识之士 对此都看得清清楚楚 事实上 孟晚舟事件拖得越久 对中家关系的危害就越大 这也是美国政府 乐意看到的结果 在本月的11日和12日 孟晚舟的律师 以新冠疫情带来传染风险等理由 要求放宽孟晚舟的保释条件 据检方披露的信息 负责监视孟晚舟的安保人员中 曾经有两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但安保公司却没有向她通报这一情况 当地时间1月29日 华为公司副董事长 首席财务官的孟晚舟 此前向加拿大 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 高等法院 申请放宽保释条件的诉求 被法庭拨回 法官认为孟晚舟唯一必须出面的场合是法庭 但孟晚舟从住宅到法庭的路途不算长 虽然随她出行的安保人员与她同乘一辆车 但是并不构成健康红线 孟晚舟案件的发生 给许多与伊朗有生意往来的公司 起到了震慑的作用 美国的政治手段 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自此 孟晚舟案件就受到了政治形势的影响 在美国的影响之下 加拿大不光需要考虑到与美国的关系 而且孟晚舟案件牵扯到美国与伊朗 以及中国之间的关系 所以加拿大无法在这个案件中 做到真正的司法独立 但是现在美国总统换届了 加拿大之前为了政治关系 而在这一问题上逃避的行为 是否可以改变 不再拖延解决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12月10日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爆料 欧洲一个非盈利组织 发表了一个印度济世的报告 公开指控印度亚洲新闻国际 违背新闻的工序良俗 以连续15年向西方 传播涉及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虚假消息 企图抹黑两国 为印度在国际上博取同情 争得主动 安前马后的造假 居心何其隐险 这一经曝光的舆论哗然 引发国际网友是一片声讨 为中国证明的声浪也越来越高 在信息发达 网络大数据让世界变得更透明的今天 印度的做法实在太低级了 隔十年前可能还凑合 到现在不露马脚就怪了 一个可笑的实锤就是 美国国际人权法的始祖 路易斯索恩早在2006年就去世了 享年92岁 但索恩为了替印度卖力 不断地从地底上爬出来 2003年参加了一次会议 2011年又出席了华盛顿的一场活动 近年来还通过灵魂 在社交账号上为印度发声过 英国广播公司近日也做了跟踪报道 从这份非政府独立组织的报告中 调查人员发现了265个新印度站点 分别位于65个国家和地区 经过一路追踪 最终锁定幕后操纵的 就是印度控股公司SG SG与十个以上的非政府组织建立联想 通过他们在国际上攻击中巴 并借助印度最大的电讯服务公司 亚洲新闻国际来做文章 播发抹黑中巴的虚假内容 调查发现至少有13篇文章 是NII亲自操刀的 调查显示 这样的龌龊行为从2005年就开始了 惯用伎俩就是雇佣演员 盗用他人信息开会 出书身份地址网址 电话号码全是假的 甚至敢于冒用欧盟观察员身份 使用带有欧洲议会红头的信纸 实际是把欧洲都给装进去了 好像那些攻击文章都是西方的态度 报告出台后 印度政府也尚未对外回应此事 就好像SG的自发行动一样 但明眼人谁看不出来到底怎么回事呢 沉默不过是此地无银三买两罢了 其实印度敢这样做 与西方娱乐的大环境是有关系的 西方用有色眼镜看中国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阿三只不过是做了趟顺风车罢了 所谓物极必反 报告出台后 国外网友也是大跌眼镜 并纷纷是声讨印度 厌恶地说 媒体的恶意宣传 除了证明他们的无知外 别无作用 并醒悟过来 我将大声疾呼地支持中国 等类似的声音成为了主流 而印度及其不良媒体 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声誉扫地是一片狼藉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在我们之前聊过很多 关于台海的话题 今天我们再来聊一下 就是说如果台海发生战事 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 尤其是美国的盟友们 是否会有什么举动 我们拿三个非常典型的国家来举例 日本 韩国 和澳大利亚 先说日本 日本其实之前我们聊过 它可能是在台海之间扮演着最重要一个角色的国家 因为它是对抗中国的这样一个条头堡 是美国忠实的这个走狗 但是我们要看到 如果说日本介入台海的话 它必须要考量这个三个问题 第一是来自于中国的这个反击 对吧 如果说日本介入台海的话 中国的弹道导弹和其他的这个远程打击力量 是能够轻松的覆盖到日本本土的 它必须要考量好这种带来的这个后果 第二个就是它必须考虑到朝鲜的因素 如果说日本在台海问题上被拖进来了 那么它一直耿耿于怀的这个朝鲜会不会借机发难 那么日本必须去面对这个问题 第三个就是俄罗斯 对吧 俄罗斯和日本是有着一些岛屿上的这种领土的争议的 如果俄罗斯也出面施压的话 那么日本同时就要面对三方面的压抑了 第一是中国的这个反击 第二是朝鲜 第三是俄罗斯 我估计这三个问题考量清楚以后 日本很可能就乖乖的缩在那里不敢动了 第二个我们看韩国 韩国本身是靠美军在保护的 对吧 它和日本不一样 韩国对中国本身没有直接对抗的这个意愿在里面 虽然也部署了萨德系统 这些反导的这个体系 但是呢 它只是美国的触手之一 韩国本身 它没有这个对抗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本意 同时 它也要考虑到朝鲜问题 对吧 因此呢 韩国要面对朝鲜问题和中国的这个反击问题 我估计它也不敢动手 而接下来一个就是 最近比较这个肖竿的澳大利亚了 澳大利亚是美国的盟友中罕见的这个 几乎全程参与了美国的历次对外出兵 可谓是美国最中心的这个小走狗 但是呢 我们要看到一点是什么呢 所有澳大利亚这个参与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些战争行为 它所面对的都是没有能力对澳大利亚本土发动攻击的这些国家 所以说如果澳大利亚跟着美国来掺和台海的问题 他们他的本土肯定要面临着中国的这个威胁 所以呢 澳大利亚的政党会不会愿意把澳大利亚本土的安全去交给这个美国的这个介入 交给台海这样的一些事情来 我个人觉得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这就是中国周边的几大这个所谓的美国的盟友 他们提供一些后勤情报上的支持 我觉得有可能应该都不敢直接介入台海问题 好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环导弹的拦截技术试验成功 这个内容也就是拜登第一次要到美国的国会参众两院 要来做国会的备形报告 之前所宣布 这个美国在南海的楼十五号 还有这个环导弹的这个潜舰 一直就都在这个台湾海峡附近 大肆的这个宣传 所谓的他美国有这个军事力量 来这个压制中国解放金 蔡英文这两天 你也看他到了新竹的湖口 这个去所谓的 看这个台湾的国金 就是桃园机场让解放金 占领以后 如何来住址 来夺回桃园机场 这个演习 许多媒体基本没有大肆报道 因为我当兵的时候 在庄稼里 我在新竹当了两年 在台中清泉缸 也待了两年 那么我对新竹湖口 这个地方我太了解了 这个地方冬天很冷 冷稠稠的 那么一般庄稼里 在那里有两个里 这个每一次的演习 都是新竹的庄稼里 跟清泉缸的庄稼里合并 跟高雄的市里 来这个叫蓝红对抗 那么这一次演习 动了有空军 有海军 还有战车 还有这个 这个所谓的反恐部队 还有一些美国的一些先进的导弹 这种武器 这种战备 那么蔡英文 他一直抱着说 美国 拜登 希望你上台了以后 希望跟特朗普一样 还要给台湾 这个帮助 甚至于 在这种解放军 每一天 飞机船舰 航母 到台湾上空海面 这个打卡 正常的 所谓的 这个 这个 对台湾领土 特别是 台海 紧张 急事情况之下 那么 造成了 这个台湾岛内的 基民 还有一些 阿兵哥 金人 疲惫不堪 那么蔡英文 他一直感觉说 如果拜登 变了调 没有像特朗普 原先这么大力的支持 这个 所谓的 来一定 对一起 来抗中 反中 那么这样的话 在这个 老百姓的心目中 蔡英文的 那个福利伟大 很快 人家就会 感觉出来了 就会认出来了 原来你原来就是 做意识形态的大内先 那么 这个拜登上台以后 大家的估计 应该对中国大陆 不管是贸易战 或是在南海一带的这种 军事演习啊 应该会 比特朗普的时代 会更稍微平静一些 对民进党 不像特朗普 那个 几年 一定 在这种 像那个叫 彭佩奥啊 国务卿啊 动不动 就挖个坑 让台湾的这个民进党啊 那些台独分子啊 爽得要命 高兴得办死 但是都是嘴巴说的 大家都看得出来 实质性的东西 只有一项高价的设备 所谓的战机 所谓的导弹 像这一些最贵的东西 卖给台湾赚 台湾当集了千里万 你说 他承诺什么 也没有做什么 还把有毒的猪肉 逼着台湾人去吃 所以这个时候 你在顽固 不行啦 看这个导弹 他可以拦截 可以洲际导弹 就是眼层的 还有中眼层的导弹 象征着